我想听听有没有人一定站出来踩我 他踩你 没有 但是人家没拿兵力 他刚才说4000 人家一说那边扣了4000 他马上就 人家姐没拿兵力 我只能照着刚才的那个来信息 对 我就说他踩你 没人踩 只有这个张飞说了简简单单的几句 但是他也是一笔带过 没有故意横踩我 我们这边我倒真是不是很怀疑他们三个 因为我听子龙和关平说 刘备上来就要拿一万八 给那两个人一个人一起 你们的主攻有问题 太有问题了 把我们的牌都拿走了 具体可疑 如果这把是调兵的其实问题很大 后来你们怎么从他手里把一万枪 我们肯定不能让他们全部都拿走了 说只要是有2000 兵力被弃了 那俩人就是坏人 他是好人 18000 他随便扔2000 他就证明他是好人了 最后在那两个孩子苦苦哀求下 还留下了8000 韩令 小乔是卧底子龙 他也是 今天他也没有好身份 然后 陈哥和沙哥俩里面出一个 还有一个 不知道 山哥怀疑我 其实我比较怀疑他 他一来就要拿我们所有的兵权 其实我不是太理解的 但是我是把我的职业就交出来了 好人才要把兵拿到自己手里 因为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 你错了 坏人才要拿 因为他进去了他要投 他要把一部分 刺一兵 对 气 气掉 那你们那边是谁疯狂要拿呢 他一上来就把我的就抢走了 那你有问题啊 山哥 我这是好人逻辑 但是我告诉你 好人和坏人是一样的逻辑 知道吧